总统参议文结束加勒比海友邦绑问 回程过境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 当地时间20号上午 蔡总统在科州参议员贾德纳 和美国在太协会主席莫健陪同下 参访美国国家大气中心 蔡总统是首位到访科州的中华民国总统 她表示当地的气候科学研究非常先进 有多位台湾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这次丹佛之行不只体会中西部风情 更有助了解台美各层面的交流 不仅是在联邦政府 不仅是在东外 不仅是在西岸 在美国的中西部 我们都可以看到台湾人的身影 还有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合作的计划 还有很多我们的商业跟经济的往来 所以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exchanges 傅总统在丹佛入境随俗 戴上牛仔帽亮相 这次过境更打破惯例 公开举行随团媒体查序 他特别感谢美国这次 在过境安排的协助 美国政府确实给我们 比较多的空间跟时间 让我们可以跟美国的 社会的各阶层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甚至于坐下来讨论问题 我觉得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 确实是一个好的事情 媒体查序上热议2020总统大选 蔡总统认为2020大选 是价值制度与生活方式的选择 2020的大选 台湾的选民 应该大家都 毕竟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选民 我相信都会聚焦在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2020年的这个选战是一个价值制度 跟生活方式的选择 至于范绿整合或绿白能否合作 总统回应选举中最重要的是投票的人 希望团结爱台湾 守护台湾理念价值相同的力量 我希望我们能够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要团结的是一般讲的台湾派 中华民国派 那一切我们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都要团结起来 集聚一个最大的力量 来保护中华民国 保护台湾 保护中华民国台湾 另外针对高雄最近发生暴雨 造成淹水灾情 总统表示 作为中央执政者 哪里有需要一定提供协助 每个国民都要照顾 不会因为地方首长是不同政党 就有所差别